观察市场行为 品位 多况变化 大刀之简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Croft的频道 昨天公布了CPI数据 公布后呢 比特币开始一波拉伸 那目前多头还能延续吗 好 就谈谈话题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请点击我们的影片 下方第一个链接 在我们社群 一些比较关键的分析内容 都在里面 非常重要 影片下方第一个链接 点击可以了 加入我们大群 那如果想了解一些 集团报道点位 和一些私讯 还有些 更细不许的答案的话 可以叫我们的BI品组 也是免费的 那也是 点击我们影片下方第二个链接 就可以免费加入 OK 私讯我 好 我们带过 当前的盘面位置 总统解读 首先看一下 比特币在24,250这个位置 2420这个位置 试探的 1 这边是第一次碰到 第二次触及 打下来 假突破 第三次触及 所以它是第四次突破了 目前这个阻力讯 目前是被突破了 多头结构也是非常完整 第一点在抬高 逐步抬高动作 还在持续推动 那目前上方的话 短期量比特币压力位 会参考到压力线 如果突破的话 会参考到更高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原本讲过的 如果抓这一段的一个1比1的话 它的一个潜在 目标价格会在哪里呢 抓个1比1 大致上会在26,300左右 这个位置也是我们从高点落下来 就是如果我们画这个回撤 从这边高点滑下来 它的一个6.8水平 这附近 大致上是26,700 那如果你抓的高点是抓的比较近 如果是抓在 比如说我们抓在 这个高点好了 如果你抓在这个高点 那你的0.68回撤 它会抓在大概26,300左右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位置会是特别去关注的 大概26,300 26,000到26,500吧 26,26k到26.5k 这个位置 会是我去关注的点位 所以这些的话 目前来讲呢 潜高已经被突破了嘛 目前来讲呢 潜高最突破了 我们看到短级别图啊 短级别图也看 大家可以先看出来 高点这个24666 短期是有被突破迹象 虽然突破 它突破不是很干净啊 又有收根针 所以它的一个延续性 目前还是有点存疑 不过 这里来说呢 还是比较偏多 没有问题的 低点还高嘛 高点也太高 所以目前来讲呢 它是维持完整的 多头结构做推动的 好 所以来说呢 如果你要去做多啊 有回忍 有回忍还是可以考虑做多的 那你的目标会拿到 你比较理想的 拿到26,000左右的附近 上方的话有个压力 小压力线啊 这边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画这个 把一些潜在的压力 都标注起来的话 这个区间如果画 作为一个小区间好了 它的一个1.13在哪个位置 大概是在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大概24,900左右 这样的位置 好 帮大家做一个画机啊 26,900 这也是我们上方这个压力线的位置 好 我们来次标注 标注可以了 好 所以这里的话呢 比特币其实短期来讲就去观察它突破前高的延续性就可以了 大家说呢 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底部都抬高嘛 这样的话 你要期待它暴跌 或是说你要做一个 直接做空的话 其实它并没有 逻辑是不完备的嘛 是不完备的 是好于问的 目前的话你要做空需要等待更好的结构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目前的位置的话 是已经大幅突破前高了 突破了这个高点嘛 大概这个1818左右 是不是也突破了 所以这里来讲呢 我们看一下 这般我们前高点是 比较模糊一点 我们把这边 我们画一个大级别回撤 大级别回撤的话 其实我们 之前有画过 也就是画整个下跌周期 从我们3580 3580 到最低价 88 这样的位置 画整段回撤的话呢 那我们的这个 这没有画到针尖 等我一下 把这图放大一下 这边我们连接到针尖 好 最最底价是 88 然后我们 整段回撤618在哪里 或382在哪里 好 整段回撤的382 它是落在 1912的位置 这种标签 这边的话 已经是碰到了 碰到这条线 所以大级别来说 这里是有可能 构成一个压制的 构成压制的 基本上呢 你又 如果用非波拉奇去参考 其实你的参考方式很多 比如说你画回撤 1912 382回撤在这里 对不对 我们把线标起来 好 那如果说你用其他方式参考 比如说你是用其他方式 比如说你是画扩展位好了 你是画这段扩展 比如说你画这段 我们从这开始画 从最底 你可能抓到1272 382附近 刚好是刚刚的382左右 这里是没有价格 那如果说你参考 很高的位置 1818 因为它这边回踩 这边突破之后 回踩 382 所以做1比1扩展的话 会来到1818 会在2150 所以其实你抓它的 潜在目标价格 其实它是非常 多解性太多了 甚至说你参考更 更短期的 比如说你参考 这一小段好了 所以参考更 更小段 比如说你参考的 小级别的 目标价格 比如说你参考这一段 其实不管你是用哪一段 它的一个目标价格 它都是 有很多 不同的参考性的 多解性太多了 所以它有效性 就可能就比较不足 所以这里呢 我主要还是参考 就是我们前方 前方这个区间 目前来讲呢 它是来到了 这个整体区内部 对不对 1912它也是一个 相对来讲 比较明显的 换手区 看这里 换手 换手 对不对 支撑跌破变阻力 回弹 确立不破 下跌 突破之后 又跌破 回弹确立不破 然后下延续 所以这个箱体呢 如果你把1912 1900附近 191950吧 它是这个箱体 前方这个整体箱体的 一个中轴的部分 好 所以目前来讲呢 主要可能还是比较倾向 去参考大级 比如这个 刚话过的 从我们这个3580最高价 到这个最低价 这样诊断回撤 我们看这诊断回撤的 瑞巴 的382 它的这个382的回撤位呢 它是落在 1912左右 所以这里呢 是有机会去做一个 处顶的 好 是在1912嘛 对不对 382的位置 1912 那70点和 终点的话是抓在3580和881 最高最低价 我看一下前面啊 先前其实出现案例是怎么样 如果把时光做一个倒流 当时的话也是 它也是有做一个回撤 那如果把这边视为 熊市的一浪下地好了 它也是反弹了到382的位置 对不对 3193的位置 我们往后看一下 看一点 3193的位置 它最高价是来到 大概是3280 大概多了 大概90个点 误差非常小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上一次是回撤382 然后做了一个双顶 双顶构成之后呢 做下地延续嘛 所以这里的话呢 目前也是来到了 目前也是来到了什么东西啊 也是来到了382的回撤位啊 所以目前来讲呢 以太坊的反弹 目前也是来到382的位置 这里有没有可能 去构成一个头部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382附近 构成头部呢 是有机会的 尤其现在市场都是疯的情况下 这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在这个回撤上来看 它也是来到了我们大级别上 触碰到了我们这个382的回撤位 1912的位置 这个位置1912 好 供大参考 这里的话讲到这边 这是一个 那么最后讲一下这个美股啊 因为最近其实大家都在看 美股这些状态嘛 还有些指数的部分 我们这个讲解啊 目前来讲的 美股SPX 目前来讲 它是已经突破前高嘛 现在不外乎大家在看 前高到底有没有办法突破 有效突破 还是他就讲过过嘛 因为我们上一次 上一次下跌 这一段是回撤来到哪个位置 回撤来到了 这回是比较高啊 来到了大概超过68的位置 其实超速68蛮多的 这里话 它针对前高做了一个假上破 上破 假上破嘛 上破没有成功 把这个磁铁删除 上破并没有成功 然后构成这样的一个 假上破 然后下延续 这里话 有没有可能构成一个假上破呢 也有机会 但目前还没发生的情况 我们不能去揣测 OK 算正在说呢 还是要看啊 它到底有没有跟着假上破 它如果是 它直接一根阳柱 拉伸都延续 那正突破了 对不对 目前讲的还无法确定 它到底是假突破 如何假突破 这里来讲呢 目前来讲 已经有上破迹象了 所以如果说它这里呢 出现一个 目前上破了 上破之后 如果说 它要下跌 跌破 然后呢 上不去 那是有可能构成这样的一个延续 就去这拐点了 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去掉进行的 这边是美股现在情况 好 到这边 最后换一下比特币 这个优势指数啊 目前讲的这个 BTC很低 它这个东西啊 就是比特币市占率指数 它的占比是越来越低的 其实也是 整体来说比较 比较 对多多来说啊 比较不好的现象 你说目前来讲 呃 山寨币炒作程度是 明显高于比特币的 比特币呢 目前来讲呢 它的上率指数是非常低 也可以反映在 以太坊嘛 以太坊 还有B&B 这些币种上面 以太坊来上来讲 对比特币对价 拉伸非常强势啊 非常强势 目前也是一度去突破了前高价 我们前高价格是在 装夹位置 前高价格是在 0.07684 一度突破了 这里也是我们会 特别关注的点 当然如果你画 这个这样一个结构啊 装夹突破了 如果你抓快一点 还是没突破 所以 你画图的话 是有多解性的 那基本上 我可能倾向这样的话 目前突破了 如果说突破 造成架突破 那会是可能 会是以太坊 转弱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 还是 上来币还是非常强势的 各种币种 还是涨得非常多 比特币的优势 颓势非常明显 后市的话呢 如果说构成头部 其他结构 比如上方各种结构 或其他一些 或我们关注美股啊 有没有针对这个前高点 做一个 假突破 假上破 突破失败 是我们 特别需要关注的点 好 讲这边 非常详细 那如果有喜欢 交易分享的话 帮我影片点个赞 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好 我们下期客人见 拜拜